欢迎来到21互联远程教育网 这节课呢我们将向大家介绍一种修整日常生活照片中广角效果的一个实例 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经常有的照片会造成这种比较广角的 然后基本物体呢就已经变形了的一个图片 那么我们呢还想要它恢复原来的真实的物体的一种透视关系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把这个方法来教给大家 下面看一下这节课的要点 本节课的要点呢修正广角照片 我们主要应用的工具呢是裁剪工具中的透视调整 这个效果 那么下面我们打开一幅图片 在这幅图片中呢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整幅画面呢广角效果是偏弧形的 那么我们尽量就是把两边呢向外拉伸一下 那么我们选择工具栏中的裁剪工具 然后把裁剪工具 这么直接拉下来把整幅画面选中 那么我们就要对这个图片呢来进行一定的裁剪 在对它进行裁剪之前呢我们来看它上面的一个属性栏面板 屏蔽我们打上对号 颜色呢选择黑色 它的不透明度呢我们设置之为50% 切记这里面有个透视 但是我们要根据它呢来调整它的图片的透视关系 所以我们要点中它 点中它之后呢 你就可以单独的来调整 它的图片大小位置 首先我们把这幅图片的两边都往中间缩一缩 然后呢调整上面的两个点 让它缩回去 然后我们按回撤确定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为什么把两个点 缩回去了 利用裁剪工具裁切图片的方法呢 我们把刚才的图片往里这样的 成梯形的拉伸了一下 那么当它切图片的时候呢 那么中间的物体呢就会根据它所切的形的膨胀出来 所以呢我们刚才是成一个梯形的来修改的 那么通过这个裁剪工具呢 还有它的透视 这个选项呢 大家可以简单的来修上你这些广角照片了 谢谢大家 来吧 感谢观看